接着这个苹果来擦 还是用这个纸巾 换了第二个纸巾了 要擦出来它的这种 很柔和的一个效果 我们下班的里面 下班可以用猫的 翅膀的 Rahmen 就是 下面的 一位 要 上 deben 后面 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这个苹果 这是苹果的暗部 然后包括这个西红柿 为什么要翹果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擦完之后呢 它一下子就整个画面变得非常的柔和 这个西红柿呢 它是颜色首先是比较重的 既然颜色它柜色比较重 那就意味着我们在油擦的时候 然后连它的灰部都要给它跟上 它是颜色的 这个擦完之后呢 它就比较结实了 接近那个西红柿的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西红柿的这种重色 它是一个重色的物体 好 这些肉擦完 我们后面呢还需要进行这个深入的 表护 我把这个纸反一下 画一画它那个就磨烂了 把它反过来 然后接下来擦这个唇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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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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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停的换这个纸的这个面 因为它擦一擦它就磨破了 磨透了 不停的它换这个 好 这是这个暗部 然后这个刀的瓣 这是一个暗的 它的暗头页需要更深 就是通常这个擦一遍呢 它都是不够的 都是擦不出那个结果的 需要擦两遍 这个底下非常的深 然后 它这个这个罐子上面的这个 我们再揉啊 再揉 好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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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叉一定要揉给足 给足了 这下它反光 除了反光 剩下的都要给它揉下去 揉再加深 要铺色的时候也铺了两遍以上 那揉擦呢也是 目的呢 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它这个颜色压下去 颜色压下去 它这个有反光 反光呢 它流出来了 反光流出来 然后上面这个灰面 这个面 只有这样呢 我们在后面的这个深入当中 才能更加的游刃有余 更加的游刃有余 因为这种层次啊 还是很重要 这个顶面呢 它是 它这个底面呢 该 受光呢 该擦的也要擦啊 它不只是一个 亮暗布的问题 它还存在一个什么呢 还存在一个这种 固有色的问题 它是亮布 它是受光的 但是呢 它整个罐子的固有色它还是偏重的 所以说该擦给够的还是要给够啊 再换 把这个纸呢 再折 所以揉擦这一步呢 也是需要反复雕琢啊 就像 就像塑造这个物体一样 需要反复雕琢的 啊 这个暗布 然后再加上 这是灰的 啊 它脖子上它也有讲究 啊 脖子上也有讲究 啊 这个呢 前的就 就去加好了 然后这个里面 就是这个里边的这种 不均匀的这种感觉啊 感受 好这是我们眼前的这个罐子 这算是一个擦好的擦完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感觉啊 底下呢 这有略微的一些反光 略微的一些反光 然后接下来其他的跟上啊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只能它指定擦的时候 它是松软的 说它擦完之后呢 有些地方它自然会变虚 变得相对来说糊 这个没关系啊 这个糊呢 可能对于后面的下一步的生物来说呢 是好事 这就是整个这个物体上面的这个暗部 暗部呢 就等于是都给上了 然后这个杯子 然后这个杯子 好这是这个 后面的杯子 好 好 这个是透明的 你看就能看到那个杯子的一个 虚的一个形 好这个这个上面啊 这个刀 不就刚才大部分上面还是深色啊 深色 好 我再用一个 换个面啊 换个面 我再用这个平的啊 折成一个平的面 这个灰部子 给它抹一下 整体走啊 整体抹 抹啊 像桌子 像抹桌子一样 朝着一个方向去走 这样的话 它是比较均匀出来 包括这个桌面 就是这个后面 然后桌面 这是整个灰的啊 偏灰的一个 底下呢 还可以使劲啊 使劲擦 好 这个是比较虚了 相对来说呢 比较虚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桌面再擦 只有视觉中心上面 靠近这个画面中心 它比较亮一些 那外围都给它 擦灰 灰一些 就是这个地方 让它亮 亮起来 现在我们能感受到 这种变化啊 再换一个纸 换一个干净一些的纸 干净一些纸 把这个 这个上面这种灰面啊 就是两个锅子上面这种灰面 把它带一下 折成一个方啊 方面 方的一个面 还用这个角 这是一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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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灰面呢 你就要控制好了 这是一个面 过 注意他这个 非常容易啊 非常简单的 一下子就能把这个会面跟上 好 这个走上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把这个刀啊 该揉的再揉 揉虚 这一步擦完之后画面一定是虚的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实的 包括这个里边啊 这个它虽然是白的 布子呢 但是到外围呢 也给它虚一些 外围这个地方呢 也虚一些 这个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好 这个苹果的话后面往它虚 这个前面的非常虚了非常虚 然后剩下就是这个背景 这个画面的背景呢 它算是一个偏亮的一个背景 它这个物体边缘是小心一点 物体的边缘是小心一点 这个右上角呢相对更一些 这个稍微这样留下哪些地方呢 不完善的后面深入的时候 它会进一步的调整 好那现在这个画面呢 就等于是一个基本的油擦 这个过程呢就出来了 它擦上之后都是毛茸茸的 虚虚的糊糊的 然后有些地方 我再拿这个橡皮提一下 尤其这个亮布 这个是亮的 这是亮的 然后这个座位 谢谢大家 我让你连着 然后我连着 好 就像这样 瓶子 就像这样 我连着 就是这样 就像这样 的 啥 那么 点 对 现在 了 这个刀 边缘 整个画面里面没有特别的 然后还有远处的苹果 好 好 这是整个画面里偏亮的地方 变亮的地方 好 这个面 可以装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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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效果 整体来看还是相对偏虚一些 还是相对偏虚一些 但是基本的你看这个黑白灰 基本的这种 固有色的这种关系 比如这两个物体比较亮 然后这两个比较重 然后这个桌子和这个灰部比较灰 白部呢比较亮 背景呢 它是一个浅灰 就是这个基本的这种画面的黑白灰关系 这个是不能出现问题 这个是不能出现问题的 不能出现问题 现在呢 我们这个 好 这个就画到这 这是柔擦这一步 注意柔擦的时候 第一呢 就是说一定要关系要对 什么关系呢 第一 就是它的固有色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这个 西红柿它是重色 这两个是亮色 然后布 白布和灰布 还有这个桌面 以及它这个黑色罐子 它们之间那种固有色的关系要拉开 再其次 就是它的明暗上的黑白灰 你看这块亮布 到这块灰布 这个区域 然后倒到底下的暗布 有反光 然后离上面呢 这个白的地方呢 它就纯粹是亮布 然后这个灰色部位 然后以及它的暗布 这个都是黑的 灰的 白的 黑的灰的 白的 就黑白灰关系 从明度上来讲 它黑白灰关系 这个要封清楚 这个是你下一步 想深入的 想深入刻画的一个前提 这个必须要弄清楚了